好了,小伙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长哥哥 我这碎了一觉就赶紧起来更新视频了 记住你们的学长,永远是最丑你们的 今天接着咱们的学长首课狼 不是养猪只是讲座 好了,进入正题 鱼怎么繁殖 大家在最近玩迷你世界的时候 是不是都吃过烤鱼啊 是不是因为只有鱼打起来最简单鲜少呢 那你是否知道鱼可以繁殖呢 当然,不是所有鱼都能繁殖 在鱼里,只有登陋鱼才能繁殖 首先,咱们准备好捕鱼的鱼网 抓两只登陋鱼,然后拿着我们的烤鸡腿 一个鱼喂一个,注意,生的不行 一定要是烤鸡腿才行啊 两个登陋鱼就会发生爱心后 一会儿就会出现小的登陋鱼了 企鹅怎么繁殖 企鹅是一种不能驯服的一个宠物 但是可以捐养让它们直接繁殖 找到两只企鹅,使用全球豆点击两只企鹅 全球豆只能种在丛林树的树干上 那么丛林树长什么样呢 那些红色的树叶长得非常非常的高就是 或者打桃怪也可以得到 再就是上那里可以购买 只要有一个,就可以种出多个了 企鹅身上飘出爱心就证明繁殖成功了 这就能生出一个更小的小企鹅 还有小企鹅们学长,可爱的团子怎么繁殖 团子目前不能繁殖 团子只能吃点小苹果灰血 还有,跟团子不能一样繁殖的 就咱们的国宝小熊猫了 好了,这就是学长知道 所有关于繁殖类的方法了 大家还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宠物繁殖吗 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给学长点关注啊 学长会继续给大家出 关于迷迷世界有趣的知识 拜拜 就此告别吧 水上的列车就快倒战 开往未来的路上 没有人会再悔翻 说声再见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